一個多月前金山握手拉開藍白河序幕 最終卻是破局收場 這結果似乎早能遇見 因為回顧過去四十天 雙方從比民調就卡關 全民調民主初選談不攏 還上演逼婚戲碼 儘管出師不利 但藍白還是得談下去 柯朱首次政黨協商 十月三十登場 但IP形勢大於實質意義 因為隔天柯朱侯景美密會 選在藍營金主地盤 討論正副手人選 結果 今天談得怎麼樣 說好的公開透明 便密室協商 藍白沒共識下 柯文哲轉年郭台銘 逼得藍營再拋日德方案 直到前總統馬英九 開全民調第一槍 藍白歹戲進入新篇章 馬英九見證 藍白簽下六點共識 還以為藍白和成局 沒想到劇情急轉直下 主席 主席加油 主席加油 我要在你身邊不用擔心 不是啦 眼淚戰術搶進版面 只為埋下 毀約伏筆 幫全民上統計學 以為藍白就此畫下句點 一場軍樂會的大型翻車場面 這才算正式決裂 國民黨跟柯文哲都是輸家 台灣的選民會願意接受這種 搞鬧劇的人 侯友宜如果夠強 就不會搞到這個樣子 侯友宜沒有準備好 柯文哲有爆發力 可是柯文哲的個性性格極度不穩定 他的口不遮嚴會鬧多少國際笑話 四十天的在野整合肥皂具 藍白機關算盡 最後當著鏡頭面前開撕 無言結局 三立新聞 黃辰博 綜合報導